这个人 我觉得我跟他的故事还没完 我跟他的关系 不会结束在这家餐厅里 我这样感觉 不是因为他的长相 不是因为他诚实 而是因为 他那奇怪的笑 跟我一样 笑得好像很尴尬 很无可奈何 我这样讲 你应该懂吧 别人可以不懂 但是你一定懂 但是接下来 我应该跟他做什么呢 他建议我们可以去掉虾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跟他上床 啊哈哈哈 你知道我很害怕嗎? 我真的很害怕耶! 我第一次覺得醫院那麼高興 我第一次覺得醫院那麼高興 很可怕! 等我躺在那個手術台的時候 我真的... 我真的希望我有用力把它伸下來!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伸他! 我就是很遜! 你... 那個時候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你是不是知道我每天回家都很害怕? 就像我剛剛跟你說的 我可能一直也做不好 雖然我會講,我很清楚 我可能一輩子也做不到 但是選擇你所能夠承擔的 就往前走 可是承擔得很痛苦啊! 就是... 有痛苦有衝突才能夠超脫 如果你一輩子都活著平平順順的 怎麼會有成長呢? 就像... 我其實並不喜歡女人 什麼意思? 我其實比較喜歡男人 這一點我從很小我就知道了 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決定 我要做一個正常人 過最普通的生活 你不會是因為要安慰我 所以你... 你要把你自己弄得比我更長一點吧! 不是 那你呢? 你的困擾嗎? 這樣好像比你好一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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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